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亚洲行 受到了各界关注 裴洛西是否安排造访台湾 更成为了焦点 而这趟行程也引发了中国强烈的抗议 中国福建海事局突然宣布 昨天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九点钟 在福建平潭附近的水域要进行实弹射击 而且演训的地点距离台湾新竹 只有125公里远 恫恶意味相当浓厚 战机战舰轮番上阵 这是中国网路上最新流传的影片 内容是预告共军将在福建沿海 进行实弹军演 被认为是剑指造访亚洲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也连带恫恶台湾 我们尊重裴洛西议长是否访开的决定 但是我们认为共军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已经引起世界的公愤跟侧目 认为中国就是一个麻烦执照者 对于中国的形象得不偿失 而自由民主阵营也不会因此 而确认 福建海事局发出公告 7月30号早上8点开始 一路到晚上9点 在福建平潭一起与附近水域 共军将执行实弹射击 从地图上清楚看到 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 最近距离只有125公里 对此国防部回应 相关军情都会全程掌握 我们对于国际友人 对台湾的支持来访都非常的欢迎 而相关的行程来访的时间 等等都尊重访兵的安排 陪洛西是否访台还没个定案 共军已经坐不住了 大动作在台海进行实弹军演 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互动 再在牵动中共的敏感沉浸 记者李先生 中座罗里的报道 花莲赤柯山是知名的金针花景点 8月4号就要迎来金针花季了 但是因为最近高温 再加上半个多月没有下雨 金针花开得不多 就连民生还有灌溉用水都不够 尤其自来水管线工程又停摆 让居民们苦不堪言 知道吗 整个空的 打开蓄水池里面的水量所剩无几 居民毫无奈 因为花莲赤柯山 已经超过半个月没下雨 灌溉用水 民生用水都快要枯竭 眼看8月4号就要迎来金针花季 但开花状况却不如预期 再加上赤柯山检易自来水工程 因为先前负责工程的玉里镇工所 前镇长设计弊案迟迟未完工 迎抢用水 因为一期的工程 当时争取了大概100多万的经费 但这个工程没有完成 所以400多万的工程 似乎是被经济部水利署给挡掉了 由于赤柯山地势太高 水管加压有难度 只能将管线拉长来解决问题 但居民用水不能等 花莲县府先进行小型工程改善 给吉普用水居民 30号前往会刊后 再提报计划给经济部 尽快改善山区的用水难题 记得陈静岩话来报道 好 再来又看到金门一名黄姓屋主 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被告上了法院 当时法院判处这个黄姓屋主 必须要拆迁透天错 但是屋主后来跟法院协商 希望改成搬离也获得同意 于是他上网找了嘉义的厂商 出动了10位工人 帮他把整栋的透天错移动了31公尺 还转向90度 前前后花了300万元 但是屋主说他觉得很值得 因为透天错至少不用重盖 目前也正在进行收尾作业 透天错被千斤底价高宛如浮 那么努力想把透天错搬走 就是因为土地产权出了问题 被告上法院 当时法院判定黄姓屋主的透天错 要进行拆迁 但他认为乌林才7年拆掉可惜 经过法院同意决定把家搬走 黄姓屋主上网找了嘉义厂商 出动10名工人耗时一个多月 将透天错左右移动31公尺 还转向90度 每移动一公尺就要花10万 屋主一共花了300万 才把800多顿重的房子固定好 虽然房子移动距离看似不远 但前后作业反复出动许多机械相助 而且透天错每天仅能移动 一到两公尺 但屋主觉得值得 因为房子不用重盖 只是花300万搬家 让附近民众看了直呼 真的太神奇 记者欧明杨金们报导 好 高雄有民众买了培根吐司 一拿到去发现 真的只有两片吐司 再加上一片的培根 而且呢 这个吐司烤得焦焦的 也没有其他的配料 一份要35元 让他直呼说 这样子真的合理吗 有网友看了之后也觉得好空虚 但是当时店家则含冤说 这样子的培根吐司定价是25元 但是呢 这位客人使用了外送平台点餐 所以价格才会贵了一些 机场落落迫不及待打开餐点 却看见焦黑的吐司 连主持培根也只有一片 消费的胡先生 瞬间食欲全销 只剩满肚子气 其他焦味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里面就是有一定的蛋啊 或是小黄瓜 美乃滋之类的 空虚的培根吐司 让他简直看傻眼 气得拍照po文发问 文章结尾还连放三个问号 质疑这样真的要35元吗 我没有办法接受 最多25吧 有点凄凉 看完照片再听到价格 还真的有点尴尬 同样品项不同家比一比 左边胡先生点的培根吐司 只有一片培根没配料 右边其他家 除了两片培根还有小黄瓜 有网友看了就直呼培根吐司 就如其名 确实只有培根跟吐司 只是吃了个空虚 因为我的价钱也是都是公开化 在网路的他 因为他要抽成嘛 所以他们价钱一定会 再弄上去 找到店家老板娘也觉得委屈 营业30年都是这样的做法 绝没有偷工减料 这样的培根吐司 本店价只要25元 对方因为用线上平台点餐 才会多贵10元 如果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纠纷 业者能够有一个 比方说图示 或者食品实际的东西 购买方式不同 价格也出现差异 有人可以接受 也有人觉得离谱 就看消费者怎么选 记者陈飞纯柯商号 刚才不到